Hello大家好 今天要录三段跟Facebook相关的消息 然后我也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北大的125年校庆 然后明以时为天 那我们就一起去食堂看一看 好吧 好我继续播报 大家在感受上 就是去年的时候 其实Facebook可能在风号和一些角度上 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今年的话 其实我们能感受明显的是有好转的 那包括像5月18号 我们是非常推荐社交类的客户 能够到广州 因为Facebook的社交类的职客 会给大家讲相应的投放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有两种感受 一种如果你是很认真去做的 那么非常建议你去联系职客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无论是在新客户还是中小客 或是大客 那这个虽然难度大 但大家还是要不懈的努力 因为如果你能挂上钩 那对于你来说的话 稳定性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优化和帮助 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话 可能在Facebook的后台 在规则角度来讲 也许在过去我们打个比方 过去可能有一千种原因会导致你封号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这样的一些原因被减到了 比如说几百个或者一百个左右 当然这一百个它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会引起这样的一些封号的原因 权重比起来的话 可能这个要注意的事项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比之前应该也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化了 那我们说的这些信息的话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也是希望在今年 大家在投放Facebook的时候 可以更多的或者更大胆更放心的去做一些尝试 因为所有平台的政策都是这样的 它是比较波浪型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好那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